曾被群潮高攀华晨宇,企图未婚生子入豪门的张碧晨,如今却用实力迫使谣言不攻自破,不动声色地诠释了解救世豪门 平时随便一套睡衣,就要五位数,一条广告更是拍出了1070万的天价,张碧晨的身价简直是一路飙升 他买豪宅一买买三套,家中的手办,足足站满了一面墙,随便单拎一个出来,都是价值上万的限量款 而这些动漫手办,恰巧都是华晨宇的最爱,如果把张碧晨的资产比作黄金,那他的未婚夫华晨宇,就是璀璨钻石 华晨宇是货真价实的矿二代,父亲是矿山老板,年收入高达18个亿 而他正是500亿家产的继承人,华晨宇住的是上亿豪宅,看的是价值60万的电视 家中真皮沙发80万,一顿早餐动辄上万块,就连剩饭的餐具,都得五位数起步 原来华晨宇吃山珍海味,就像普通人吃五块钱的胡辣汤一样简单 此前有粉丝想送华晨宇一辆兰博基尼,华晨宇豪横扬言自己已经有了 而他的粉丝还在勤工俭学时,华晨宇早就开上了大黄蜂,奔驰欧义,法拉利超跑,宝石杰卡燕这些名车 连郭麒麟接受采访时,都表示没钱就找花花借 因此张碧晨给华晨宇生下女儿时,华晨宇随手就给了张碧晨整整两亿的分手费 外加一套帝都三环内的别墅,每月还会给高达六位数的抚养费 而张碧晨也被贴上了棒豪门的标签 可张碧晨似乎并不需要,他的资源比华晨宇要好得多 光是靠不凡的能力,他就可以赚到想要的财富 比如在2021年,张碧晨光是综艺节目就参加了五个 不仅在为歌而赞中经验亮相,在《谁是宝藏歌手》中 他也给观众奉献了不俗的表演 随后在《中国好声音》中,张碧晨更适合无莫愁 即刻倦意,黄霄云一起坐上了导师助教的席位 以劳模般的经历活跃在娱乐圈,张碧晨一年就能狂懒一亿元 反观华晨宇,近几年他只有王牌对王牌这一档综艺 资源少得可怜的同时,出专辑的速度也直线下跌 许久都没有什么新作品 因此张碧晨即使不靠华晨宇,也是一名妥妥的小富婆 可当年他为何甘愿未婚生女,还要大张旗鼓向外界官宣? 为了给华晨宇生下一个孩子,张碧晨不惜让张杰,谢纳背了好久的黑锅 2018年,张碧晨在北京开完极光演唱会后,就消失在了大众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